今天要幫大家介紹的是 一個伺服機機器手臂組 也可以當成放合器來使用 這個本體是鋁合金 CNC製造 它的動作方式就是這樣 伺服機拉動 前面的手臂會打開 經由這邊兩個齒輪 它會做一個開合的動作 它組裝方法很簡單 你只要準備一顆標準的伺服機 這個是已經裝好的 這樣子 腰輪的伺服機 把它鎖在下面 這邊有固定支架這邊 把它鎖上去 然後照著它位置 都鎖上去了以後 我們只要接上 伺服機測試器 先來測試 我們接上伺服機測試器以後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夾子的動作 它夾力 蠻大的 建議使用一般的NG995伺服機就可以了 它上面還有預留兩個孔洞 這邊有預留兩個孔洞 可以直接垂直的鎖在 空拍機上面 我只要一個動作 第三棟開關 ONOFF的話 就可以啟動 你只有第三棟開關 ONOFF的話 它就是全開跟全關 我們現在再接上 一般的 槍控遙控器來測試 好 我們現在接上 槍控遙控器 現在已經接到第三棟上面 我們只要第三棟開啟 開啟跟關閉 它夾子就會做夾合的動作 開啟 關閉 開啟 關閉 開啟 關閉 那如果你要微動的話 就要用到有段落的開關 有段數的開關 第一棟或第二棟都可以 好 我們現在接的是第一棟 現在只要轉方向 就會有夾的動作 好我們來測試 現在 我們把這個打火機夾起來 很簡單的就夾起來 它夾力蠻大的 承載也可以蠻高的 目前還沒測試承載 這個夾具可以應用在很多的地方